哈囉 大家好齊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我們洞放塔房全明星啦 那目前來說我們回到世界一的部份了 因為我在世界一的時候發現我們就是AFK啦 就是後來我們就是要掛機的那個就是寶石區域 後來改叫做AFK了 然後我在這個世界二的地方好像沒有找到 然後它一的話不知道為什麼都是英文的 然後這個世界一的這邊的音樂背景音樂 就是我們咒術迴戰的音樂啦 然後昨天晚上哲平又掛了58顆的紅寶石 所以今天再來五條巫老師走起一次 拜託 五條巫喔 來啦 有沒有機會 五條老師 唉唷 這個悟空感覺看起來比較帥喔 也沒有啦 喔 這好像就是爛的這個局面欸 因為我記得這個好像弄下去就沒啥 沒關係 那今天我們要來玩那個無限挑戰模式 來看一下就是我們昨天抽到那兩隻 跟我們五條巫老師同一個卡池的角色 究竟會有哪一些比較厲害的地方 我們先玩一下就是六星那一隻啦 因為我想要看一下六星那一隻的傷害程度後面到哪邊 那應該會蠻帥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打到更後面這樣子喔 來 五條巫老師 敢不敢現在出現啊 敢現在出現我等一下就直接先讓你登場啊 五條巫老師 哇 一堆悟空啊 哇 還沒有 哇 這個是那個 應該是火眼忍者那個 爆炸女沒錯 忍者TS 沒有好 沒關係 沒有五條巫老師沒有關係啦 然後 目前來說的話我們先把這隻換成就是那個 能夠獨當一面的角色吧 目前如果練住的話是OK 然後 另外一個我們要玩的是誰 其實我們這邊六星的角色其實蠻少的耶 好像都已經上去了 不然就這隻好了好不好 繼續來個天狗的部分 天狗直接給牠上上去 然後我們這次就來測試一下這隻好不好 Dispatting 雖然我也不知道什麼動畫 我還沒有看大家的留言 如果大家知道是哪一個的話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們先去那個 世界二吧 世界二那個 背景那些文字都是中文的 我比較看得懂啊 不然我英文的苦手完全看無誰在說什麼 然後 這個世界一的時候是完完全換成咒術迴戰的音樂風格 還算是 蠻酷炫的 因為我覺得動漫塔王全明星這款遊戲 它的更新改版跟一些小東西還算是蠻多的啦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的話真的可以來看一下 無限你們看齁 它這邊好像世界一然後無限跟故事跟召喚 它好像已經沒有掛機的 只要掛機的話你好像要 回到就是我們世界一去掛機這樣子齁 來無限模式 走起 我走出來是不是 無限模式走起 來這個空房間 然後 那個隨機單位 GOGOGO 我們來測試一下那隻角色的威力到最後會變怎麼樣 因為我們上次有看到它的第二件好像就要40幾K的 那個40K在我們一般的故事模式 真的是很難達成啦好不好 所以這個就只能來這個無限模式跨買解雷喔 那畢竟是我們卡池裡面第一個就是沒辦法進化的六星角色 就可以看一下究竟 利不利害了 啊我們這邊什麼 東西都不知道是誰了 這樣我是要怎麼玩 問號是什麼意思啊 喔隨機單位的意思是不是 喔白癡有玩錯系列是不是 等我一下喔我調整一下這個是隨 喔原來隨機單位是這個意思喔 就是你可以隨機到我們這邊的不一樣的角色 玩來是安捏啦 我要切換一下我要去玩我的角色 哈哈哈哈 好那剛剛的話基本上因為最近啊這個 動漫塔王全明星他的那個就是 有一些中文都已經改變了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意思是啥好不好 但是 本來我們選的就是他好像說了這個 正常緩解了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究竟有多正常啦好不好 哈哈 來看看一雷 然後這邊的話一樣這邊先下一隻 煉柱好不好 然後我們待會的話先讓大家看一下 他一開始的這個攻擊階段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後面再給大家看一下他每一個階的這個部分 然後更新改版之後的話你看我們的角色會跳舞欸 對啊他會跳那個很酷炫的這個舞 就是他原本是站得不動的 但是他現在會在那邊跳舞 所以你也可以欣賞自己的這個舞姿了各位 哈哈超好笑 欸完了我覺得我是不是應該要那個啊 我應該要放比較前面一點點啊 這幾隻好像是巨人是不是啊 對啊 這是進捷巨人這個 那個巨那個什麼 巨無霸巨人好不好 把我們那個就是牆壁踢爛的 來看一下喔 好像有點慢 我應該要把那個角色放在前面的 但沒關係 我們就先這樣子然後 待會前面放在這個750 看一下他的狀態是如何 開砍啦煉柱 哇他這個是我以為他會兩邊一起來 他是這樣繞過來的喔 好直接砍爛沒問題 煉柱的話已經給大家看過就是他的那個威力了喔 然後這個無限挑戰模式還算是蠻好賺寶石的 因為你只要累積傷害到達多少的話 他都會就是給你就是比較多的一些那個獎勵部分喔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煉柱再砍一次 317而已喔 哇哩咧 好像有點久喔 好直接升了 然後這邊放一隻布馬 我們加速進行喔 反正先把錢包先拉高啦 然後我們待會就是讓大家看一下那個 750這邊的這個小子 這個什麼Dade什麼東西鬼的 唉唷 這邊這個巨人變成會跑步的了 好笑喔 來了然後 待會如果還有錢的話應該會趕快先叫那個 先叫我們那個誰啊 先叫那個艾將出來 其實最好的話你要打到很後面的話 就是一開始先慢慢的存 然後先把那個400跟500的這兩隻 因為這兩隻都會生錢啦 先把這兩隻弄出來的話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我們等他們走到我們這邊先把他們砍爛好了 對應該我放的位置問題 但是放在位置會比較好去守備這個後面 因為後面這邊就是我們的家了 畢竟好不好 所以還是很重要的 然後把那兩隻巨人給他砍死 把他們給砍爛 刷 可以喔 223而已 很窮欸 這幾隻其實真的蠻窮的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裝甲兵 一開始出的話好像都是這個巨人的角色 但是他們在這個應該是那個 看起來這個建築應該是納美克星人的這個 建築啦好不好 但是納美克星人的建築 原本想說好像是那個殺人者村 但是好像不是 殺人者村不是長這個樣子的 來 讓我們看看齁 巨人全部過來當我的這個劍靶吧 把他們給砍死 弄死弄死 來囉 這邊先刷一波 算 進到攻擊範圍了 再刷一次 好 這邊這一波下去的話 我們應該就蠻多錢的喔 然後先把布馬升級 布馬升級之後的話呢 就可以叫這個可以 然後 這個矮獎的話放這個 放這邊好了 他可以就是讓周圍的人都吃到東西 自動啟動 然後刷爛 刷爆刷爆 然後後面這邊的話好像是那個 有那個強大了 強大的話就必須要一階了各位 然後我們這邊一樣先把這個 矮獎跟布馬先升高 把他們升高就對了 然後待會的話我們就是 再把這個750升出去 然後就來看看就是 他的威力究竟是奴合 奴合 這邊的話我應該會先等這波波死掉之後 然後等這個加錢之後我再把他升上去 盡量還是以一個打無限模式對戰的 這個方面去升級這些角色喔 這樣就可以打到很後面了 來囉 但這個的話他是沒辦法賺那個 一般的 就賺那個紅寶石 他就賺一般的鑽石 其實我們現在目前來說 一般的鑽石還蠻多的 因為他最近更新的角色 好像都是在那個 紅寶石裡面 好 展覽 沒問題 完了 我按錯了白癡 我按不對阿 但沒關係 我們這邊 來給他一個大範圍 先看一下 他的這個攻擊姿態是長什麼樣子 完了 沒吃到 但我記得他的範圍好像會再擴大喔 應該是這樣 然後這個先讓他 看一下一階 他好像在丟法術喔 哇 他二階就要那個 忘記他二階要超高了 等一下喔 先升先升 先把他的那個拉高一點點 這邊居然有克洛克達爾欸 居然 然後強大的敵人在這邊阿 好 沒關係 那就會繼續 繼續下一波 我看一下喔 矮獎這邊2k 1.5k 我們等這邊 等這隻 好 兔馬先升 然後2k 1.6k 哇 我覺得這邊應該要先把那個 煉柱先升等了 可以嗎 欸 好啊 他會一直瘋狂爆炸物是不是阿 好 沒事 殺死了 殺死了 然後 這邊1.45k 先升兩級 讓他變強一點點 1.6k 3k 我們先把錢包先弄高阿 然後再一次看一下後面 這邊這次目前還做的話 他就是一個發射這個 有點像氣功坡的感覺 對 這光好像沒有那個空氣角耶 有空氣角的話我們可能就麻煩了 我現在都還沒有出現那個空氣角 我們現在趕快速速加錢 把錢弄到那個 40k左右 這背景音樂是巨人的那首歌耶 好猛喔 因為之前的話他的音樂好像沒有那麼多 酷了 老哥 酷man 然後這邊3k 然後8k 這應該是巨人的歌啦 沒記錯的話 來 你看 這個法術其實蠻強的耶 他瘋狂在 在狙殺人阿 完美 好 繼續 然後 5k 12k 喔 12k不夠 那就先升6k 繼續 先把這個拉高高阿各位 拉好拉滿各位 繼續升 繼續升 先把這兩個錢的先升高 我們待會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 然後慢慢給大家看一下他一階一階進化 但我覺得他 需要的錢好像會 要蠻多的耶 然後下一個就要40k 那接下來會多少 我先看一下他等級有多少 他等級的話好像 好像還沒顯示出來 因為還沒有給他升階 所以不知道 然後這邊10k 然後16 他好像 這個加大範圍好像沒有那個耶 沒有累積到更遠 他應該還要再一點點那個時間才可以 然後我們煉柱的這個部分的話 他的傷害 好像還沒辦法 就再擴大距離 快到這個40幾k了各位 終於 要來迎接我們第一波了各位 超久 我的天阿 但這個升級起來的話 應該就 就蠻ok了 好不好 這個連強大的這個納眉都打不死 可以 繼續升 好這邊先把一樣先把布馬先升 然後 這邊 我們的矮獎 矮獎要35阿 那就 再等下一波 好險目前都還算是殺了過去 好42 然後 35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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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累積到我們這個完美時刻了各位 呵 這個Day的什麼 這個Day的Petting 到底是 能夠有什麼樣的這個 表現呢 50 50他好像在 下下一階的話他應該會升到那個吧 應該會升到就是那個 比較高的這個部分 然後 32 好 我們啦那個 我們練作好像到這個距離 就可以把他們給逼掉了 60 然後這個 哇64 他們越來越貴啦我的天 老哥 怎麼會這麼貴 我先趕快先把他升完之後再錄給大家看好了 這邊拖太多時間了 等我一下阿 好那後來的話我們矮獎升級完之後阿 果然這個範圍就會加到這邊了 所以算是還蠻沒什麼問題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這一次 上次抽到這個新角色的威力啦 來 40.3K他會直接變成171 然後69的話他會變成454 然後 這邊攻擊的方法好像也是沒變 一樣是放法術的繼續 然後再來是120 然後攻擊冷卻時間會變成7秒 因為他要改變他的戰鬥方法了喔 然後這必須要120K 然後射程會變成70 越來越高了 來看一下 120 他攻擊 哇唷 哇 血鬼坡阿 我的天 哇嗚 有點帥 然後這邊的話他的攻擊會變成3.45M 好不好 應該是有加上那個矮獎的攻擊 然後接下來好像又會再提升喔 哇 這個血鬼坡 有夠帥阿 雖然我不知道是哪個動畫的 但這邊直接被騷爛了 然後這邊是需要11.6M欸 他真的需要這個錢要超多的欸 但目前看起來應該是OK的喔 你看 這個血 血之樹把他直接燒爛 害神啦 但需要的這個錢錢就超級無敵多 你看有沒有 這感覺是不是也是火影忍者的角色阿 不是欸 這感覺好像也是咒術迴戰的角色是不是阿 這個臉 我們可以附身在他身體上看一下喔 他最新的功能 欸 這隻好像不行欸 對欸 這隻不能附身在他身體上看欸 怎麼那麼小氣 沒關係 我們接下來等到他到11.6M的時候 再給他看一下後面的發展喔 那後來的話哲平試了兩次喔 後來發現在我們11.6M之前好像就會直接掛掉了欸 所以目前來說如果要再往上提升的話 可能還是要再看一下其他隻角色能不能幫忙用一下 然後他是也只能出一隻的角色那一種啦 所以我覺得可能就到時候再看一下11.6M到底要怎麼撐過去喔 那如果大家有一些更快的賺錢方法的話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囉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第一的什麼Party 就先玩到這邊了 那接下來可能會先來看一下這個... 黑暗的地面的這個伯伯吧 來看一下他究竟厲不厲害了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囉 我是指示小朋友的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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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會不會有一點的 我們會不會有一點 repetitive 說一下 我們會不會有一點 Vicodic 我們會不會有一點兒子 我們會想看第一次的我們會不會有一點點的